现在是用餐时间 不过又有餐饮业者要涨价了 这个是奶茶的南霸天 华达宣布了 明年元代开始又要涨价 而且这是今年以来二度的调涨 上市呢 平均涨幅是五到十块钱 等于招牌奶茶 明年起一杯要价六十五块钱 而另外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上来平价早餐店 现在呢 也是煞不住宣布要涨价了 尤其蛋的涨幅高达百分之五十 当然现在单点一颗蛋 竟然是要价十五块钱 让好多人感叹说呢 这个蛋是香精的吗 奶茶散发浓郁茶香 喝起来茶味奶香浓厚 奶茶南霸天华达 是不少人的最爱 不过再次宣布 明年一月要涨价 明年一月要 华达北中呢 有超过二十家分店 门市已经贴出公告 由于原物料持续上涨 杯装饮料将在 一月一号涨价五块钱 瓶装饮料则是涨价十块钱 不过这已经是 今年二度调涨 招牌必喝的华达奶茶 原价五十五元 调涨到六十元 明年起一杯浆药六十五块钱 就是薪水涨的幅度没有很快 可是物价上涨的速度 非常的快 涨价外食足很有感 就连早餐店也都不评价了 透明的蛋清和黄澄澄的蛋黄 在尖台飘出香味 半熟荷包蛋是不少人的最爱 早餐店的菜单看板 可以看到多了许多修改痕迹 仔细一看 现在单点一颗荷包蛋 竟要十五块钱 不少人早上会把蛋当作早餐 不过蛋的涨幅相当惊人 两个月前单点一颗蛋 才是十块钱 不过现在涨幅高达百分之五十 蛋的涨幅高得吓人 年初进货一来 一百克的蛋价格才六百多元 不过这个月开始就要八百四十元 等于一颗六元涨到八点四元 而鸡块一包也涨价五十元 变成三百五十元 另外像是吐司汉堡也都涨了一成之多 开业十多年的吴老板 坦言涨价状况是第一次看见 像我们早餐店都一定要用得到鸡蛋 你看它一八百四 食材也都涨 什么肉 火腿 培根 都涨 反正都涨就对了 就是尽量撑 因为你就撑到不行 你也是要该涨你也要涨 万物皆涨 小老百姓都很有感 有九成的上班族都有省钱计划 而且每餐预算只有八十元 但是现在一杯饮料 六十五元起跳 一颗蛋要价十五元 加一加还真的刚好八十块钱 但问题是这吃得饱吗 东森财新闻 刘子彤林浩宇台北报导 看盘都乱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